大家好,我是追影,今天今天我们的拳皇凌尔凤云再起的时光节说 这一把双方都是首发八神来看,精彩比拼 看七岁这一局对战美风佳节胖三斤啊 据说他是平台的一位顶级高手张三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跳的风空跳的重手一套 见比谁想抓没有抓住,七岁 还是被连了一套,给他了一个炒臂 嗯,2P的这个三斤好像也是很强 下面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七岁能不能找到手感 来看这七家饭 后后过来,八神跳一下,把青腿勾腿 圣龙直接把他顶飞 跳压压制重手一套,没有连珠 八神继续跳队进行框空 打到板边重手一套,在板边 哎,跳压力箱,一把夹住,投机被拆 接下方现在继续给他一个跳重腿的压制 旋风腿,没有连珠,八神葵花在点 一脚踢到旋风踢 旋风腿接一个飞印斩 那个七连珠再次快速破防 但是距离过来又没有连珠 八神快速连上一套,但是没有接上 哇,这个隐藏有点太激动了吧 这么远距离,对手并没有跳过来 下面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看七岁最后一个猴子了 这一局看来对七岁来说还是不好打 这被第一个八神就杀到猴子 有点厉害了,二匹 哎,下半天的没有接住 跑步过去下半天腿继续压制 轻手轻手 哎,跳赤压制跳赤 进攻过后再来一个逆向 跳赤逆向打到 接上一个大招 七岁用这个猴子进行翻盘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这个猴子压制太强了 下一局看二匹的金家帆 毕竟还有一个微谱在首尾 其实二匹优差是很大的 哎,跳赤压制后车 千千过去巨御小跳 金家帆一脚带踢接BC 选风腿压制 猴子反身为点掏一个BC 哎,起跳一下 继续小跳 跳的二匹是睁不开眼啊 有点晕 你看后车又跳了起来 只要让猴子飞起来 你就控制不了他了 哎,一脚踢到BC 重脚踢到没有压住 猴子再次来上野街上一套BC跳赤 前跑一下一个清水反身为 哎,再次跳赤压制 轻手 逆向 逆向被闪 这几番防御和这个进攻做的非常的棒 但是猴子仍然贴身在打 可见猴子的压制能力是多么的强 哎,再起飞再起飞 这招很犀利啊 这猴子用的 我们来看又来了 好机会 空中两连撞三连撞 没有时间了 猴子只要能稳住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次 哦,现在猴子还是更生一筹 杀到了这个威普 我们来看威普这一把怎么打 哎,跳赤直接就水一阵狂压 继继继续小天 再次跳赤 哇,威普开场就失误了 这个失误有点大了 现在猴子继续跳赤进行压制 天天过去跳赤 哎,狂撞 威普防住 防住住一个清手 就这样直接结束了 下面继续来看下一局 好像不打了 好像不打了 这一局就直接结束了吗 哎,还在打 还有一局 那有的话 就再次为大家来一个抢二 看这个美风佳洁 胖三青这次选什么样的角色 这次换出了小游丽 看这个套路什么套路呢 我们拭目一弹 后后过来百合哲 魏普现在发动狂攻 把魏普放到了第一位 看来是想开场就想秀吗 魏普中旋出击 八神中手暴击 下半两点 圣龙千一直接就来了 圣龙千一已经给他一个 抄笔杀技 狂恩尼吧 我们来看前跑一下 继续身杀 机会一脚踢到结束 魏普开场就被废掉 感觉有点可惜 我们来看下一局 看美风佳姐胖三金等 八神 跳地双方手业消杀 八神跳在继续狂攻 跳地俯攻 中手一套接比C 下半两点圣龙千一 但是对手还是快速的闪出了 八神圣龙千一继续把他摁倒在地 快速闪出跳 飞破防 重手接上一个八只女 七岁这次有着穿风的气势 八只女勾起来空中 一个炸 十八年八神继续寻找机会 向前压制一脚踢到BC 还剩一滴血 二批的气势已经不行了 小葵接住他的起跳 让我们来到第三局 第三局来看 这个小有力了 小跳进攻 我们看后身为再踢一脚 八神 我们来看抓到机会能不能给他一阵狂弓 奎花圣龙千一圣龙千一给他一个八只女 崩倒 崩起来以后一个柴华吗 哎 并没有接上 反而被游里小金的角度 哎 八神 没想到他会用这个圣龙两段啊 八神也是上当了 前跑一下一个 哎吧 快速闪神 还是被一把抓住 没有办法呀 下面继续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看七岁的金家翻出场 跳中腿进攻一脚踢到没有压住 哎 前跑还是被空投 这个游里看来并不弱呀 在这个版面里面 但是还是被一脚踢到反神位 旋风腿空中接超B 结束 大家希望点一下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